化料中的癌症病患会产生的副作用之一 就是丧失味觉 因此西班牙有位同样身为喊病患者的米其林甜点师 决定和神经科学家、美食学家 一起合作研发出一种神经美食法 让病患透过回忆重新品尝巧克力的味道 其中一名卵巢癌患者 在尝到响念已久的巧克力滋味后激动落泪 今年50岁 罹患卵巢癌的魁巍朵 吃着吃着便热泪盈眶 仿佛对巧克力的渴望已经够久了 它一口接一口 让香醇甜美 刺激长久以来因化疗而失去的味觉感官 最后干脆让泪水尽情释放 回味朵跟西班牙米其林甜点师桥迪洛卡拥抱并互相安慰 因为洛卡也是个病人 他罹患罕见神经疾病导致喉咙根发生出了问题 洛卡离病时曾想过 如果今天他失去的是所有的味觉呢 因为他有一位厨师朋友 已经罹患味觉障碍两年 身为厨师这是个重大打击 也因此启发洛卡创造可可的味道体验 现在这段故事还被拍成纪录片 因此他与神经科学家神经美食学家一同研发 根据个人过去的经验 利用感官刺激跟记忆跟巧克力连结 由洛卡为不同的病患制作出独特的 充满个人回忆的巧克力甜点 他曾以蒸馏水调和制作笔尖状甜品 还播放下课时间的音乐中 让一位病患回到小学一年级的时光 也品尝到了巧克力的味道 研究显示 全球每五个人中 就有一个味觉或嗅觉系统有问题 发生原因复杂而且大不相同 从呼吸感染到心血管 大脑创伤或服药所致 其中包括化疗药物 这些病患有15%部分能力受损 有2%完全失能 他们还可能面临接种而至的忧郁 孤独跟茫然 记者黄运龄报道